面对武汉肺炎 除了确实做好防疫工作之外 重要的是拥有免疫力 梦想TV特别采访到生活养生药膳专家 以结合养生、健康、便利的概念 研发出滋补养生、合家共享的养生汤品 百年来祖先们的智慧就是食补 最近的话就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就是武汉肺炎 那其实说真的 只要是身体健康 这些都能你可以去避免它 所以身体要健康怎么做 我觉得平常吃的时候就有一些食补的概念 那第一个是黄金人参机 那这个人参我们用的是红参 那红参的部分它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不会照热 很多人吃了人参过补 所以它就会比较容易提值 会有照热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人参是走红参 属于温补型的 除了药膳料理的汤品 听说还有独家研发 结合现代年轻口味 搭配创意健康蔬果饮 到底具有什么效果呢 那在研究很多药膳的时候 我发现蛮多的配方是可以拿来调制成饮料的 而且它是很天然的 然后也是有营养成分的 那这个扇饮的部分呢 就像年轻人可能不太能接受像人参茶 然后他们觉得哇那是老人家在喝的 可是呢我就稍微调配调制了一下 比如说我把这个人参加了柠檬汁 然后还有加一些红糖 把它调成年轻人喜欢的口味 所以茶饮除了水果可以加入以外 我们还加入果干 让它变得是很丰富 让它变得是很有趣 让年轻人都可以接受这样子 梦想TV 黄秀珍 孟元琪 钟光云 台北报道